几义证书 几义证书 怎么就你一个人了 我让他们回家了 你在这儿守着也没有 中文章是不能探视的 我知道 你还没吃饭吧 你还没吃饭吧 吃点吧 你肯定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上一生做书选择的那一刻 我心里面 皆是和理念一样愤怒 那些王八蛋杀人放火 反毒强奸 那小张 他是我们队里面最好的军机手 你拼了命 去抓这些恶人 他有什么办法 我们是警察 我们是警察 我们也没得许安 医生有希伯克拉里试验 其实是在正义和仁慈的面前 我们也不能直接地 主动地 有意识地杀死一个病人 在生命面前仍然平等 只为医生 我始终如意地尊重生命 我始终如意地尊重生命 而你作为警察 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你做到了 不可以理解你们的选择 你知道吗 小潮原来是职业的设计运动员 本身有机会可以进国家围 但是警队需要人 他义无反顾地就来当警察 起初他体能不好 差点被退回去 我就一直带着他 鼓励他 他才坚持下来 他留在猛虎 他肯定觉得特别骄傲 他如果当时放弃的话 说不定是件好事 至少 现在不会这样 今天出任务之前他还跟我们说 说他马上有结婚了 邀请我们喝喜酒 所以下午我站在那儿 我就在想 要是被送进去的人是我 哪个多好 我觉得小潮想着是和你一样的 他绝对不希望被送进去的人是你 思达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 我就做好了 随时牺牲的准备 可是这么看到他变成那样 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 我小的时候啊 有一套医生的玩具 然后 我就每次都搬家家的时候当医生 小朋友们就来找我治病 还我想长大以后 我就真的要当一个医生 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 可是真的长大了 你也真的当一个医生 你发现好多事情都无能为力 你发现好多事情都无能为力 我实习的第一年 高速收获 一家三口 一个都没救回来 我当时又自责 又无助 但我后来想 我还是得继续当医生啊 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 治好更多人的病 你也一样啊 因为你们 才会有更多人 变得更安全啊 小超的事 你已经尽力了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让自己振作起来 然后相信我们 少数成功 小超也会醒到 好 谢谢你 熬了一夜 要陪我聊天 没事 我熬习惯了 我今天正上夜班的 我以前 第一年实习的时候职业班 那个时候特别不适应 就总给我妈打电话 我妈也会半夜会不打电话 安慰我呀 问我这儿问我呢 我后来就觉得 不能再告诉他了 弄得他也睡不好觉 我后来就不跟他说 我的值班日期了 我不想让他担心 林芒 你们这行 家里人会更担心吧 我家人都不带回来 从这行也不大方便出国 所以一年见不了几次 所以 你更需要好好地守护自己 这样才能让身边的人安心 然后祝福他们的家属 可以做一下守护的按摩 好吧 然后这个给你 谁来找你的吧 应该不是吧 都给你挥手了 他是不是那天追你到会议室 给你送礼物的人啊 还是一条老汉山 神经病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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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来干什么 好好好 请请请 坐 谢谢 这怎么又到了他们手上啊 这帮你找回过去啊 谢谢光额 干什么 谢谢光额 谢谢光额 快去吧 谢谢光额 咱们找你算账呢 你给我老头衫是什么意思啊 弄大家都笑话吧 这有什么可笑的 神经病在送别人老头衫呢 你给我结业证就给我结业证 放个老头衫在里面 买大了 那个 超在哪个病房 他装补风病房了 我带你去看看